海葵颱風4號一早帶來的強風奏雨 仍持續肆虐台東 畫面中直上向一台遊覽車被強風襲擊 前半段的車頭往右被吹跑 卡在一旁的稻田裡 甚至還有重量較輕的遊園稱 直接倒災翻進田裡 颱風威力不容小覷 市區的情況同樣慘不忍睹 甚至有民眾開車時 被強風吹漏的木板一面砸中 擋風玻璃瞬間破裂成蜘蛛網 畫面相當驚人 剛好要回家的時候 就一陣風過來 木板飛起來就直接往正面迎擊 就被擊中了 我們就嚇得很大地跳 對啊 然後眼睛震開的時候 全身都是玻璃的碎屑 不敵強風的 還有浙江路美術館前的兩旁路樹 經過颱風的侵襲 不少路樹斷裂 砸中一旁停放的車輛 估計至少有10輛車受到搏擊 車身凹陷 車窗破裂等等不同損壞 這回颱風襲擊 帶來多處嚴重的損失